這個是地表上唯一的彩燈 軟部做的彩燈 要怎麼講? 彩色的軟殼燈 彩色的軟殼燈啦 是VLock 大小都OK 可以插變壓器對不對? 它可以 對,它有一個AC電源組 好,我們請 這位帥帥的業代介紹一下 好,大家好 那我今天介紹一下這個 我們BRACKET的軟殼燈 那這個軟殼燈比較大的特色是在於說 它現在是目前唯一彩色版的軟殼燈 你可以看到 就從功能介面上來做解釋 這邊呢 有很簡單 有一般的色溫模式 色溫模式按進去 我們有一般的調整色溫 你可以看到色溫的話 這邊調整 色溫的話 你看看 最低可以來到 1800 最高可以來到 5600 5600 對 那這邊下面也有快捷鍵 其實你只要 去轉它的快捷鍵 就可以直接去做調整 也可以去做加力捲滴的動作 對 那再看到 第二個部分 是它這邊有所謂的 彩色模式 彩色模式就是所謂的RGB 我們如果要調一般 這邊就是分成紅色 綠色 藍色 你直接去手動的去做調整 比如說我現在是按紅光 把紅光調多一點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 背景的話 紅光就偏多 對 其實非常的簡單 那另外再看到是 這邊 我們有它 如果彩色燈 那基本上它的特效 就算非常非常多 內建有許多特效 包括了 像是你可以看到閃電 或者是 禮花 也就是煙火 燭光 一個一個頻率的一個閃爍 火光 黃色的景燈 藍色的景燈 紅色的景燈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一般像是 派對啊 或者是像勾仔隊 三三三三三 那種概念 都有 非常的絢麗 非常的 色彩 那 最後呢 是看到這邊 跳出來 還有的話是 在這邊有一個色子模式 色子模式它收錄了 有 算是對應到正版的 Rusco 的色子 那這邊有對應的號碼 我們基本上會附一個 色子的對應表 你只要在相對應的 找到相對的色子 好 去投射 就OK了 這邊是照度 應該是關起來了 把照度打開 就可以出現了 轉成正面給我看一下 好 正面 那我把 就像一條 一條第一 螺光照 看一下 它本身呢 它雖然有燈珠 那它的螺光照呢 如果說是你要 把它 光線更加柔和的時候呢 它又可以用快速的方式 直接泡上去 讓光線更加的柔和 那它有一個很特殊 屬於個人工作室 用的那個 吹氣的 那個沒有問題 就是你個人 衛生好 啊 個人用 或者男女朋友都可以用 但是跟你的 公的跟公的 母的跟美的 就不太好用 因為它這個 這也是螺光嘛 螺光照 那它是我見過 世界上第一個 用吹氣的方式進來的 你有看過嗎 蠻聰明的 也而且也蠻合理的 你只要吹氣之後呢 然後再把它 附掛在它的上面 它就會有一個 柔光的效果 其實不吹氣也可以用 不吹氣其實也可以用 只是效果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柔光紙跟燈的距離 稍微有一點點距離的話呢 在影子的部分 就有效的能夠讓它 就是打散的一個效果 蠻有趣的 那它收起來多收呢 整個折可以做 基本上你不要幫我燈板 折完成整個90度 基本上你這樣 其實凹折都是沒有問題的 對 你不要硬去把那個 燈珠做90度的凹折 這都還好 所以它的體積 能夠由一變成 二分之一的長度 對 可以 收折 這是它的收折概念 它提供什麼樣的包裝呢 包裝配件可以看到 像是這樣 就是這一款 我們算是一個電腦包 OK 打開裡面的話 哇 那三盞單也不過這樣而已 對 蠻爽的 你看到裡面有一個 AC電源柱 對 那另外我們會附一個 三米的延長線 用意是在於說 因為它是軟顆燈 這邊扭扣可以去做拆解 後面是 魔鬼氈 所以基本上 換成延長線的話 我們可以去做 機體跟燈板的分離 這尤其在車拍的時候 還蠻非常好用 非常實用 像我們在車子裡頭 空間的關係 這可以貼在那個車的頂上面 補光也很好 有一些外景節目可以拿來使用 整個套件像這樣子 離連剛剛的 我們說摺疊式的螺光照 都可以放在一起 所以其實算非常非常棒 叫什麼名字 這個 Brightcast 來自哪一個國家 美國的牌子 美國的牌子 對 大部分都是電影工作者在用 其實平面其實也會有 平面也會有 所以廣泛性的應用 這個在 色彩的光線自由搭配 360種 色質的話超過300種 超過300種 那特效的話大概超過30種 好 謝謝 謝謝